火力加油站 来自云南剑发中心的剑发专家君丽 你好 好 两位主持人好 好 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头皮过劳 其实头皮过劳就好像我们精神过劳一样 就是其实我们人会累啊 就是肌肤会累啊 我们的头皮也会累 可是呢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点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头皮老化 我们说那头皮老化呢 其实它会比我们的肌肤 我们肌肤我们很在意对不对 其实头皮老化比我们的肌肤还快六倍耶 快六倍 对 然后比其他的肌肤部位呢 还要快十二倍 所以想象一下如果头皮没有好好照顾的话 可能会有早粗的现象 对 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环境因素 可能会污染啊 或者是曝晒啊 等等 因为呢 你看我们穿衣服 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肌肤 是 或者是皮肤 可是头皮并没有 对 头皮并没有 它就是直接 纸外线也会引起嘛 对 对 都会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过劳的原因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我们知道21世纪现代人都非常的忙 然后 而且可能有一些会有烟啊 有酒的 喝酒的习惯 然后睡眠不够啊 或者是饮食习惯啊 压力等等 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会导致头皮过劳的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呢 没有清洗干净头皮 我们说没有清洗干净头皮 不是因为不只是洗头发 而且最重要是要洗头皮 而且再加上呢 如果你的头皮原本就油腻的话呢 如果再洗不干净的话 我们这个油脂啊 头皮屑等等都会阻塞毛孔 OK 那我就很好奇了 可是我们要怎么知道 我们现在的头发的那个状态 我们的头皮 有没有过劳啊 对 有没有过劳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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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试试 很难很难直接看到 对 对 对 那我们这边有几个症状 就有五个 第一个呢 就是头皮屑增加 这个就会比较明显啦 如果我们穿深色的衣服啊 头皮就会掉在我们的这个 就一点点的那些症状上面 就是其中一个症状了 第二个呢 就是掉发量增加 可以从梳子上啊 地上啊 排水孔可以发现得到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经常觉得头皮很痒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头皮很干燥 跟紧绷 就会有这个现象 就会痒了 对 自己感觉得到 然后第四个呢 头发头皮经常出油 我们说一般出油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一天要洗两次头 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有一点出油量过剩 然后最后呢 头皮有一点热温度 然后有刺痛感 我们说这个也要注意 因为我们说脱发人士呢 他的头皮温度一般也比普通人高 所以这个头皮过老的话 就会导致有脱发的这个现象了 可是我们说呢 肉眼可以看到的是这五个症状啦 如果要更加确定什么问题的话 还是要用我们的这一个电脑 这个头皮扫描仪器 OK 因为其实呢 如果头皮过老 如果不去解决的话呢 它会 我们的头皮更加老化的话 会延伸到脱发的问题 好 脱发真的是大家不想听到的一个名字 所以头皮过老会造成什么样的脱发 那一般上呢 我们就会有头皮油腻 跟这个头皮屑 那如果头皮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油性脱发跟头皮屑脱发 是我们头皮过老最常见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油性脱发 所以表面上呢 其实我们出油量 刚刚就说了嘛 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再加上油性的脱发呢 再加上我们的这一个环境污染啊 压力的问题啊 导致出油量过剩的时候 就可能可以看到这样 我们的头皮的表面非常的光亮 然后扁塌塌的 然后严重的话会有异味 OK 好像油油的 有没有 对 心意已经受不了了 没有 因为我可以想象到那个油的味道 是 对 对 对 然后呢 当我们放大200倍之后呢 为什么它会你看延伸到脱发的问题 对 因为这个油脂呢 都阻塞了啊 对 怎样长出头发了呢 所以这不是头皮屑 是油脂哦 这个是油脂 它们大一块的 原来的 对 这是油脂 而且呢 我们说 它会阻塞毛孔 对 而且我们说一个毛孔呢 应该要有两三根粗壮的头发 你说这个你看看 一般上只有一根 而且很稀疏 对 好 油性头发这么严重 头皮屑脱发是什么情况 刚刚欣妮有说这个不是头皮屑 对 看起来是头皮屑 那我要让你们看头皮屑是怎么样的情况 就这一个 这个超夸张的 我同意 我也是 我也是开始发毛了 因为其实我们用肉眼看到 大概是这样 一点一点的 如果抓很痒的话呢 就会掉在肩膀上 可是这个放大两百倍 所以就会白茫茫的一片 对 然后其实呢 这个就算用洗发水去洗呢 它也很难掉 因为它其实是新陈代谢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呢 它一片遮住了 它会导致我们的毛孔很难呼吸 很难长发 可是其实最主要呢 有头皮屑的这个顾客 或者是头皮那种 它都是会有这个马拉色菌 然后这个马拉色菌就会吃这些皮脂 所以当它有越多食物的时候 它就会滋生更多这个马拉色菌 它除了吃这个皮脂之外呢 它还会吃这个 我们说毛孔里面的这个蛋白质 所以我们说头皮屑的问题 它不只是一片一片而已 它会延伸很重 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真的是一再呼吁大家 不要轻视你的头皮的健康 它会造成无法挽回的这个问题 是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要给大家机会了 来迎娶这非常好的礼物 来看怎么样迎娶呢 有奖问答 回答一道简单的问题 答对的首50位观众 就可以赢取价值468令吉的草本生发护理 以及剑发产品 请问头皮油腻和头皮屑 是头皮破牢的症状 A对 B错 现在就SMS姓名居住地区及答案 发送到013-2626-261 是的 所有的观众呢 如果想要打电话参加的话 也可以啊 拨打到我们的03-2726-3232 03-2726-3232 03-2726-3232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边也是有几个例子 首先呢 就是甘草 就是我们会用作于 油性头皮 没错 治疗油性头皮 因为甘草呢 它可以平衡 还有控制我们的油脂分泌 它可以去除油垢 它还可以清除我们的毛孔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 它可以正常呼吸的话 就可以比较容易生发了 人参跟当归 是给头皮卸用的 没错 因为当归呢 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头皮 血液循环 而且它可以令到 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率 恢复正常 就不会太快 因为太快的话 它的死皮就会多嘛 而且可以补充养分 而人参的话呢 它里面的这一些维生素呢 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天然的保护层 给我们的这个头皮 那生姜跟植物性蛋白质 跟维他命B5 就是减少脱发的部分 是 而且还可以松发 是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 草药的护理啦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成功的个案好不好 是 那今天呢 我们有带一位男士 和一位女士 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的状况 对 她叫Catry 那其实呢 她是再来 她有着那一个 头皮屑的问题 然后她解决不到 她才来找我们 然后鉴定之下呢 我们就是 也确定了 她这是头皮屑掉发的问题 那当然她护理也非常勤劳 所以六个月之后呢 我们先清除掉她的头皮屑 然后过后呢 她也可以明显地看到 她的那个头发也生长了很多 对啊 很轻松的感觉 对 这个很扁塌的 是 好 男生的部分呢 好 男生的部分呢 你们也很明显地看得出 这个是油性脱发的问题 哇 这个差太远了 而且她这边已经碰掉一个了 对啊 所以她呢 其实她这一个呢 如果不解决的话呢 她此一些会面对这个地中海脱发的问题 因为她是从中部开始脱发的 嗯 所以这个治疗之后呢 她除了头发比较多之外呢 也没有这么的油 看起来整个是帅很多了 真的 好啦 我相信大家都是迫不及待 要赢取我们的奖品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赢取奖品的方法 没错 有奖问答 回答一道简单的问题 答对了150位观众 就可以赢取价值468令吉的草本深发护理 以及剑发产品 请问头皮油力和头皮屑 是头皮破牢的症状 A 对 B 错 现在就SMS姓名居住地区及答案 发送到013-2626-261 是的 我们总共有50分了 所以赶快播到我们的热线吧 是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Junie 谢谢 希望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头皮了 想要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 可以上到changchang.com的my 是的 那明天的课题呢 我们将会跟大家说到 年年步步高升 这个高呢就是这个 年糕的高 据说有这个很好吃的年糕 我会介绍给大家 是 所以明天的时间 同样的时间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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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